這個是跟我們那個剛剛那一題很像 然後一個Test View 然後讓使用者選男生或女生 輸入身高 不過身高他這邊是用 M M是米 就是 所以你要打可能要打1. 1.75 類似像這樣 是一個M 不過我覺得他這個設計可能不好啦 以後可能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可能就打身 習慣是用CM 不過也許你可以把它改CM啦 反正這個是一個考試題是這樣啦 但實際上你要 可以拿來當變化題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你可以 去做很多的變化 讓自己可能熟悉這個整個設計 然後體重多少按計算 那計算的公式喔 我想BMI不應該 應該不陌生吧 或者你Google一下BMI都有公式啊 什麼身高的平方 什麼處理體重還是多少 反正這邊底下也有一個 公式跟你講 體重除以 身高的平方 身高乘以身高 它是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的平方 還記得吧 在那個 我們的Java裡面嘛 有一個Mass Mass類別裡面有一個 之前用過有沒有 有一個方法嘛 有沒有那個方法 就可以求平方 對就泡嘛 OK 那這個 可以求平方 其實你 不用泡也可以啦 反正兩個相乘結果 也跟泡結果是一樣啦 反正 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可以想想看 那這個地方當然你要顯示出一些東西 那顯示的結果 比如說按下去之後按計算 那怎麼顯示 這個題目是要跳另外 去開另外一個View起來 可是其實你可以不用設計那麼複雜啦 你可以設計成一個 Learn Dialog 就好了 把一些訊息 它的 BMI多少 BMI 多少 它的評語多少 評語是 比如說 也許很多種等級 那你在網路上可以查一下 BMI的 相關的範例 就已經有人寫好了 其實你可以拿人家那個 來參考 那BMI的一個App 就做出來了 當然這個是太陽春版的 也許你將來可以 甚至可以做一些 這個體重管理 比如說你可以讓他 個人的BMI管理 那每天每天的管理 請他輸入他的今天的 就是身高體重 要怕他紀錄 也許你要做減肥吧 其實你說 計算BMI 可能沒有人想下載 但是你多一個關鍵是減肥好了 減肥相關App 減肥功能就是 你可以替使用者想 他到底如果他要減肥的話 他有沒有什麼樣的需求 可以去管理他的身高跟體重 身高應該是不需要的 因為不會再長高了吧 頂多是體重 那體重怎麼管理 那要能夠減輕體重 當然方法很多 你不是說去吃藥 吃減肥藥 可能那個當然是比較 不是那麼 自 長卷的 OK 而且可能有危險性 那有沒有什麼 少吃多運動的方法 那是不是可以 讓他管理說 你今天運動 管理 比如說你今天做了多少運動 諸如此類的 讓他 給予延伸性的應用 只是說我們這個 範例 如果有空的同學 做完了 你可以再去 把這個做出來 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還有 這個是 104題 所以你可以在 在那個 我是把它放在 其他補充 資料裡面有一個 TQC的 Enjoy Tool 這個數科的題目裡面 你可以 自己再把它做 看看 另外的話 我們checkbox 來看一下 那checkbox 部分的話 大概的需求 我們剛剛有講到 基本上 它其實是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 我看一下 我這邊把它弄一下 基本上 它的需求呢 基本上就是說 畫面上一樣 就是做什麼 最喜歡的球類運動 只是把原來的 radio button 改成checkbox 單選改為複選 因為你喜歡的球類運動 如果不只一個的話 我可以多選啊 對不對 你不是說 我只能選一種球類運動 沒有吧 大概很多嘛 你可以 多選 那可是多選之後 它可能需要 希望打勾打勾打勾 底下會顯示 你喜歡的球類運動 是 籃球 足球 共 幾下 所以打勾的時候 同時 幫他計算 他總共 會喜歡幾種 OK 那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基本上 我們的標準化流程 反正就 建立那個標準化流程 就是 建一個專案 專案名稱就是 CH05 checkbox 這應該沒問題 二 在建資源檔 因為我們講過啦 MVC嘛 MVC 反正 M的話你就知道說 M的話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data好了 我們的 一般叫model model的話 也許你就把它當成是資料 這個資料 其實 主要是指的是什麼 我們的 置串 或者是我們的 Drobo 或者是我們的 相關的其他設定 反正相關的資源檔 你先把它建立起來 那裡面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建了幾個 Street 我大概建了一個8個 就 比剛剛還多了兩個 7跟8 因為最後會有 共 幾項 那共幾項 這個也是 需要的那個 字串 如果你直接打上去的話 如果將來多過語氣 就會顯示不出來 會顯示還是 繁體兩個字 共幾項 對我們來說是很直覺的 可是對 看不懂的人 就覺得很痛苦 就像你們去韓國 如果去韓國就知道 其實我 第一次去韓國的時候 其實我本來不選擇 想去韓國 因為剛看韓國 跟去日本的感覺完全 因為日本都有漢字 韓國是 圈圈 一槓 反正你完全看不懂 那怎麼辦 後來想說 還是總要有克服的方法 後來還是選擇去了 還是有想到一些方法可以克服 而且還可以在韓國活得還蠻好的 其實就是不要看那些字 後來發現 還是一支手機就搞定了 因為手機裡面所有App都有 你就到哪裡 GPS都告訴你在哪裡 然後雖然Google Map裡面 它都韓文的 可是我就找了一個 取代Google Map的一個Map 到那裡其實也可以 活得還蠻好 裡面其實相關的App 人家都幫你做好好的 比如說你要去哪邊玩 還有人專門寫App 告訴你說到那個地方 你要怎麼玩 然後呢 玩的流程 到哪個出口 看到什麼東西 走幾步路 或者走多久 就看到什麼 我就照著那個App 所以App真的是 太好的東西 只要你出國 我帶著手機跟網路 好像到哪裡都好玩 而且可以隨機的玩 所以從 出國之後 從那個有網路有手機之後 再也不跟團了 這跟團太難玩了吧 一直 你喜歡玩的地方 停個五分鐘 說要走了 我都還沒照相了 可是你不喜歡的地方 像購物好了 你說我不想進去到 拜託啦 你進去晃一下也好 我在門口等個我可以 你進去這樣不好看 還是 可是還要晃很久 晃晃 OK 好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我們把這些資訊頁先建立之後 再來就是 在畫面上面 每個東西 一樣的方法加上去 最後的話 再來程式部分 我想這個應該跟前一題 蠻像的 所以我把這一題 快速的講完 基本一樣的是 畫面上會用到的 就宣告 連結 那事件的話 我們這邊當然可以做成 所謂的個別事件 或共用事件 不過 我這邊是做成共用的事件 做法跟剛剛是一樣的 那你會發現 它是 On track change 有沒有 Track change 跟剛剛 Radio 8 電也是 Track change 所以兩者好像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只是說一個是單選 一個是 複選 那做什麼呢 我需要就是說 當我點選的時候 必須可以看到 就是說 這個時候 當我點了籃球 它會出現什麼 最喜歡的球隊運動 YOU 特別是 這個這幾個字是 從那個 resource 裡面撈過來 所以可以用什麼 用get 有沒有 用get string的方法 把第六個 這好像第六個 String 6 然後再加 String 2 再加 String 7 這個是變數 這個是String 8 把它全部 把它串在一起 之後輸出 所以基本上 我有打勾籃球的話 那我基本上 先判斷一下 CBE 就是籃球 有沒有被點擊 有的話呢 那因為我想要知道 點擊次數多少 所以N 這邊有個變數是N N的話是幾項 有沒有 就是幾個項目 加加 就是N 等於N加1 然後 String 1的話 就是 去把籃球 給抓過來 放在String 1裡面 那反之 如果沒點擊的話 String 1 就是空的 String 2也是一樣 String 3 最後輸出的話呢 因為如果有打勾 那裡面 就會把我們籃球 足球、棒球放進去 所以輸出的話呢 就是把這幾個先串在一起 如果有打勾 那就籃球 有打勾 籃球出現 放在一個變數 Slate 這個變數裡面 最後的話呢 把 這個 最喜歡的球 有 加選取的項目 就是 籃球、足球、棒球 如果有打勾的話 然後呢 再加上什麼 共幾項 7 把N放在中間 幾個項目 最後做出來的話 就會是各位看到的結果 那你再打勾一次 他有check的 那要打勾對不對 那就跑到共用的 這個方 共用的事件裡面 然後呢 共幾項 兩項 再打勾 共三項 OK 所以這樣的話 可以把我們 這個效果做出來 好把畫面呢 還給各位一下 中午我們休息一下 下午再繼續來看 這個是trackbox的練習 跟 Reader button 差不多 下午再來看 Speed